今天咱们接着讲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三节 后期诗文作家 元代的人中严幼连节 就是公元1314到1320年 是元代前后期 诗文文的重要的转折点 在阎幼连节之前 诗文文主要继承的是 经诵以来的遗风 或者以粗号见长 或者以伪迷表现 在阎幼连节以后 整个的诗文文 趋向于一种雅正之音 这个在当时人们就有的定评 比如欧阳玄在罗顺美诗序中说 我原言幼以来 弥文日盛 经诗诸功 贤宗魏敬堂 一去经诵济世之弊 而屈于雅正 诗批辩而尽于谷 苏天爵 在书无子高 思考后中也说 我国家平定中国 誓种 精诵于习 文词帅 初豪 帅 严幼以来 则有 蜀郡 渔公 郡 马公 以雅正之音 名于诗 世间 转向校目 而文章之席 经读为圣言 但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从 言幼连经开始 整个文堂上的 诗文风格 诗文风气 转趋于雅正之音呢 这我们得看到 元代 是以蒙古族 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的 所以在 灭了经以后 整个北方 基本上继承的是 经代的遗袭 而且保存了一种 少数民族这种 粗犷 朴实的作风 这对文学的影响 是很大的 那么灭宋之初 北方文化南下 影响基于整个中国 所以基本上 沿袭的这样一种风气 而南宋末连的 一些诗文的遗风 比如江湖派 四陵派等等 这样的一些诗风 文风 影响 也还没有完全的消除 所以整个还是延续的 经 宋 这种遗风 但是到了言幼连间 元朝统一中国 从公元1379年算起 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时间 在这三十多年里面 整个元朝 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就是元朝的统治相对比较巩固 人们对这个统治也相对的比较有信心 尤其是统治者 文人士大夫 对这种统治相对比较有信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呢 就是在元幼连间前后 重新开科举 给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仕途之路 这样就有一种盛世的感觉 人们有一种盛世的感觉 有一种盛世的期待 所以诗文作品 也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 时代分歧的转变 趋向于一种雅正之音 元代后期诗文作家中 最著名的是余吉 余吉不仅是元代后期诗文作家的代表 而且也是整个元代诗文作家的代表 清人就评价了 余吉在当时元代作家当中 应该算是一个大宗的作家 余吉祖籍是四川人 但是长时间的侨居在江西的临川 所以实际上是在南方长大的 他在元朝任职 一直担到了汉宁职学士兼国子基酒 奎章阁士书学士 所以是个文臣之首 以这个文臣之首带领的整个文坛 尤其是南北作家 他本身是南方人 到北方长时间做官 代表的南北作家 他共同的是把元代诗文 推向了极盛的这个时期 余吉在诗歌的理论上 主张诗歌创作要讲究性情之正 这种性情之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儒家传统的那种 温柔敦厚的一种诗教 他提倡这种诗教 这跟他的身份当然有关系 同时余吉也提倡一种 宗唐学古的这种风气 也就是说在古诗方面 要学汉魏六朝的古诗 在静体诗方面 要学唐朝的静体诗 这样树立出了一种 诗歌写作的理想 诗歌篡作的理想 这种诗歌篡作的审美理想 也表达了当时的文人们 想超越宋代 直逼唐朝这样的一种理想 这样一种追求 余吉自己的诗歌 风格是清和荡原 声率非常元素 表现出一种陈平的气象 比如他的一篇名作 叫宋元博长护从上京 日设苍凉硬煮袍 时寻无奈甚功劳 天年格道成流连 心散周如夜蜀韬 白马竟见来窈窍 自拖迎问出葡萄 从观车际多如雨 只有杨雄负最高 一派成平气象 风格非常严谨 诗歌里头 天年格道 成流连 心散周如夜蜀韬 这样来形容 在险境的道路上 行走的这种 皇帝的仪仗队 皇帝的整个队伍 包括从观车际多如雨 这样的一种队伍 浩浩荡荡的队伍 到上京去 从大东走到上京 到万辈走 那么在路上 陈流连夜蜀韬 晚上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心散周如 一个一个蒙古包打起来 就像心散一样 因为每个蒙古包 外边都挂了灯 这样挂了灯 那么这样来表现这个夜蜀 行军战时 留宿的那种景象 非常逼真 而且在这首诗里头 也表现了一种民族的风格 独特的民族风格 白马井剑 来窈窕 紫驮迎问出葡萄 这是一种民族风格 民族歌舞 和民族的饮食 所以这样的一种特色 也就是元代诗歌的 独特的特色 能在鱼吉的视影头 得以表现 当然鱼吉除了这种 正面歌颂王朝的 正面表现的一种 太平气象的诗以外 他也有一些 表现强烈民族意识的诗歌 比如说 《晚闻山成像》 闻山成像 指的是闻天祥 闻闻山 那么闻天祥 在南宋灭亡以后 被元曹抓到了北方 乱静了很长时间 最后这个不屈而死 所以是一个民族英雄 而这个鱼吉 用他的诗 来悼脸这位民族英雄 他这么说 土把金歌晚落晖 难冠无奈北风吹 只防本味寒愁处 诸葛安之汉作仪 云暗顶湖龙去远 月明华表 贺归池 何须更上星亭望 大不如前撒泪时 对文天祥 对文天祥 充满了一种哀悼之情 土把金歌晚落飞 讲了个文天祥 独目难知 在南宋王朝最后要灭亡 风雨飘摇的时候 真是独目难知 无法挽回南朝灭亡的这种颓势 所以子防本位 韩朝处张子防张良 是汉朝的丞相 西汉时候的丞相 诸葛安之汉作仪 诸葛亮 是这个西蜀的丞相 蜀汉的丞相 所以用这两位丞相来比喻 文天祥 应该说非常恰当 何须更上星亭望 大不如前撒泪时 写的是自己的情感 他是南方人 他南方人 跟这个 余永文 就是余吉的祖先 当时曾经在 南北对抗的时候 也是一个 著名的抗敌英雄 那么作为这种著名抗敌英雄的后代 他对文天祥的这种怀恋 有了他很深的这种民主情感 所以大不如前撒泪时 看的是山河依旧 但是日月已经飞袭了 山河还是原来的 但是整个的朝代已经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深沉的感慨 这是余吉的诗歌 余吉的文章 大部分还是一种应酬的文章 但这种应酬文章 在当时的严幼至孙年间 盛名极高 欧阳玄曾经说过 说 黄元混一之初 精送就如 不列广阁 都是精送的就如 然其文气 高者倔强 下者伪迷 实践就行 要么倔强就是太朴实 太硬朗了 要么是萎靡 靡靡之音 这就讲经送风格也不完全一样 北方的更多是倔强 南方的更多是萎靡 所以实践就习 建设是经送之习 而这个时候 他唯有鱼籍的文章 表现出了一种 致氏之音 所以一时宗庙朝廷之典策 公卿大夫之悲伴 闲出其手 脆懒自成一家之言 山林之人 逢业之士 得其赠言 如获果病 都跟宝贝一样 公之灵文 说这个鱼籍在写文章的时候 随事筹坐 造次天成 出无一毫上人之心 一无居居然不屈古人之意 积用之俗 敬去自身 左右逢源 各至其直 讲他的运用自如 写各种文章都能运用自如 这是很不容易的 比如说他有一篇 《善智哉说》 就以孟子的上智 为主旨 一开头 就打了一个比方 就用射箭来做比方 说一场关于射夫 曾经看见过射箭吗 政府者 射者之所致也 就对面那个射的 打 这是射击的人 所关注的 专注的地方 于是 两而攻 直而始 阳而弃 蓄而立 正而生 守而法 而灵自 这个时候 弓箭要好 弓也好 箭要好 而且 气 力 身 法 就个人的个人修养都要好 这样呢 才能够晚 必圆 事 必 审 发 必 决 求众乎 正乎而已 这样才能够 专心一致的 瞄准这个目标 所以他说 正乎之不利 正乎之不利 则无专一之去向 则虽有上气 强力 茫茫然 暗所失灾 如果你没有很准确的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理想 那么 即使给你的弓箭都非常好 但是 有什么用吗 没有用 即使你的射箭的力气很大 有用吗 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知道要射到哪去 更何况 你连这份力气也没有 连下苦工去练习也不练习 而且连目标也没有 那这样 要想中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他说 尚为学者 苟知此说 其意可以烧井以户 尚为学习的人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你一定会上志的 一定会上志 一定会立下志向 立下人生的目标 一步一步的观众中 所以整个的行文非常典雅 非常雍容 中正和平 的确显示着一种志士之音 讲的是平常的道理 但是讲得很透彻 比喻非常生动 他的其他的一些文章 也都有这种特色 那也都有类似的特色 这是于吉的诗文的特点 于吉在当时 几乎是登高一呼 众人所向 那有着一个诗坛文堂领秀的这种气象 那么从诗歌篡作来说 和于吉齐名的诗人 还有这么几位 一位是杨仔 一位是范亨 一位是杰西斯 那么杨仔 范亨 杰西斯 加上于吉 当时号称四大家 就诗歌篡作的四大家 于吉自己有个比喻 说杨仔的诗向百战剑儿 多次经过战场的杀场的剑将 那么范亨的诗如唐灵敬帖 唐人模反着敬人的法帖 书法的帖子 超越了敬人那种法帖 而这个杰西斯的诗呢 如梅履沾花 像梅履长得非常漂亮 再擦上花更为鲜艳 而他自己的诗则如汉廷老历 汉廷老历就像朝廷里头 长期执法的那些人一样 非常严格严谨 所以四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所以后人解释这四种风格 说百战剑儿就是汉而参演 非常强健 而且呢很苍净有力 那么梅履沾花是仙而梅也 来仙花嘛梅履 谭宁静天是静而翘也 模仿唐人模仿静人 模仿得非常逼真 而汉法令师汉廷老历 就是克而生年 写得非常深刻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 当然他自己也说 这并不是我说的是天下的公论 可见这个说法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杨宅 范亨 杰西斯他们整体的风格都不如鱼籍 整体的创作的水平也都不如鱼籍 所以后代的人们认为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 不过是为了用三个人来蹭脱鱼籍罢了 这有一定的道理 这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另外有一位作家 叫欧阳玄 本来是欧阳修的同族 后来迁居到了湖南的刘阳一带 他是延忧二连的近史 也是延忧两间著名的文人 官至汉廷学士成品 他的写作和语集诗文皆常不一样 他是以文章写作建成 在文章的风格上 他主张取法欧阳修的温柔敦厚 和苏式的明辩书卷 并且读诗信念 就是要读出心裁 多出心裁 所以既要诗法欧阳修文章的那种 温柔敦厚那种风格 也要学习书式的文章的名辩书卷的 就是很有才气的那种风格 同时要抒发个人的主观情志 从他的文章的整体情况来看 也是一种盛世之文的表现 大部分的文字还是一种应用文字 比如说一些碑 名 木 志等等 一般也都写得非常平实 力气浮夸 即使是很亲近的人 即使是官居高位的人 他也不催本他们 实实在在的写一些特点 揭示每个人物的特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一些小品的文章 短文小品写得更为精彩 那比如说他的迅灾记 齐峰说 郎西说 方灵记 易序等等 这些小品文写得清新简练 富有情绪 咱们举一篇文章来看 就是他的读书堂记 他的读书堂记 读书堂记是给他这个奴隶永和类一边 有一个文人叫做肖上斌 但这个肖上斌不是一般的文人 他是一个如医的世家 就是他是十几代人都是从医 但不是一般的从医 而是根底如业的这种从医 既从医又修习如学 在如学上有很高的造译 所以他写他们家的这种甲封 写这种肖上斌的人格 就专门从这种儒家的角度 加以障扬 比如说他讲他的肖姓 他的前辈肖姓 肖姓这个人能主文 写文写得很好 肖姓也是肖上斌的先祖的 当时当官的羽田正经 给他填 给他钱 因为他治病治得很好 给他填 给他钱 他辞 不愿意要 建与官 又辞 那他当官 他也不当 那么就问他 那你要什么呢 又不要钱 又不要官 你要什么呢 肖姓说了 富贵非所愿 单得世事子孙 读书立生 以管活人之功 则亦足矣 我不愿意别的 富贵在我看来 都像福云一样 并不是我所追求的 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世事子孙 读书立生 这是一方面 就要有儒学的修养 另外一方面 以管活人之功 还要行医 治病救人 这样我就知足了 所以人们就给他的书堂 数题数了 读书堂 这么三个大字 那读书堂 这成为他们家的一个加峰 他们家总是认为 一道由儒书而出 这一道不是从佛教来的 从道教来的不正 真正正的一道是从儒家来的 所以 非精于义礼者 不能舍儒而言 以世俗之义 如果不如 好好地学习儒学 不好好地讲究义礼 即使行医 也是一种世俗之义 这是学不好的 所以 到了萧尚宾的时候 他就特别强调这点 说儒者读书以正心术为物 医者读书 有以正心术为己 就要讲正心术 为什么 如何医又什么相通的地方呢 就在正心术上是相通的 所以 心术正则学术以正 心术偏则学术以偏 正是在这一点上 罗阳玄 不仅赞扬了萧尚宾 萧家的这种儒家风放 而且强调了 即使做一个儒者 即为作为一个学者 学习的人 即使儒者 学者们的子孙 都要注意 心术正是最重要的 不管学什么 要从心术开始 这是第一步的 这是做人的一个台阶 做人一个入门之道 这是他的文章 也是讲一个很普通的道理 但是唯唯道来 唯唯道来 步步深入 把这个道理产生非常透彻 所以后人在评价 欧阳玄的文章风格的时候 说他是 唯文风味而不凡 精力而不晦着 非常丰满 但是又不繁杂 非常精力又不隐晦 说得很透彻 所以有点有则 可奉可送 那这是他的独特的风格特点 那咱们先休息 元代文学还有一个 和其他时代文学 不同的特点 就是在元代后期 出现了一大批 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 也就是说 经过了元代前期 几十年的教养 培育 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的作家 在汉文写作方面 深有道音 尤其是在诗歌的写作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这批作家当中 以马祖常和萨都拉两个人 最少圣名 最想圣名 马祖常 是西域的雍谷族人 西域的雍谷族人 那么 在延幼二连中的进士 最后官当到了玉室中城 他的吉子叫石田文吉 他们全家迁居在 现在河南信阳一带 马祖常的墓 墓地 现在在信阳一带还能找到 再看到他的墓的遗址 还有半截的墓碑 有些碑文 文字等等 那么 马祖常的串作 主要是诗歌串作 少数民族作家 在文章的写作上 当然还诏意不高 但在诗歌的写作上 的确有独特的特点 比如马祖常的诗呢 他就悬门学习 捍卫圣堂的诗歌 风格 圆密 清丽 尤其擅长写 各地区 各民族的那种 风土人情 和社会状况 这是他的特点 展现一种边塞的风光 民情的习俗 写得非常逼真如画 那么有的作品呢 也关心民生的疾苦 抨击了一些大官僚 大商人 荒银无耻的生活 爱证非常鲜明 他的诗歌以七绝写得最好 最著名的一篇 就是所谓和黄书氏 这篇 樱山铁记 较工长 闲日源头 涉白狼 青海无波 春艳夏 草生气里 见牛羊 波斯老谷 渡流沙 夜听陀陵 诗路沙 采玉河边 青石子 收来东国 一桑马 写得和黄一带 黄河边上 特殊的看来一些景物 这些景物是 樱山铁记也好 色白狼也好 青海无波 草生气里 就是一片草在沙漠里头长起来 献牛羊 那献牛羊 风吹草地献牛羊嘛 像这些全是 北方的 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一带的 生活地区的 那种景象 沙西以北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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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桃 河桃一带 以北 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些地方的这种风格 这种民情风俗 在他的诗歌里头表现得非常深度 非常精念 像波斯老谷 杜流沙 波斯的那些老商人 穿过了流沙 长途跋涉 则夜听陀陵 诗路舍 这个夜听陀陵 听着陀陵声 才能知道路途还有多么的漫长 多么的漫长 那么漫长来干什么呢 收来东国 义桑麻 他专门采于河边 青石子 用了一些玉石 采了那些玉石 来到了东国 来到中原地区 来换换了桑麻 这样的一些东西 交易 那商人做这种交易 所以这样的一种描写的景象 是过去的诗歌里头 没有写得这么真切 这么自然 这么生动的 这个是马祖藏的 是个马祖藏的文章 当然也是普质无华的 但也是普质无华的 元代最有影响和成就的 这个少数民族诗人 是沙都拉 实际上沙都拉也是 整个元代最有影响成就最高的 世人之一 沙都拉的祖籍 大概是伊斯兰教 信伊斯兰教的这个回祖人 大概是这边 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呢 就到了云州 代州一带 留居燕门 就是现在山西的代县 到了这个地方了 沙都拉在太定四连 就是公元一三二七连 就中了进士 官担到了南台四玉使 等等的职务 晚年就不在北方生活了 跑到杭州来定居了 他的吉子叫燕门吉 所以从这里头也可以看出他 对他祖先的那种怀念 因为他祖先刘居在燕门 等于他的家乡 就等于后来是在燕门了 沙都拉的诗和词都非常优秀 他的诗风格清丽俊逸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豪放的作品 有些诗歌涉及了元代黑暗的现实政治 同情平民百姓的苦难 谴责官僚统治者的交涉隐意 比如说过居庸关 玉旅瑶 早发黄河集市 大同意 黄河月夜 之旅途 济世 等等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在元代后期 明代前期的人们评价当中 评价很高 认为这些作品直言实事不讳 甚至称它是诗诗 这都看出了他的胆略 用诗歌直接书发 对实事政治的态度 还有一些诗 表达着诗人那种为民请命 历经图治的那种政治思想 比如说 记诸献营 宋管系思域 旧剑 陈静 等等 这些都属于现实诗歌 它有另外一节诗歌 那是山水诗 很能看出它诗歌 艺术创作方面的功力 尤其是描写塞外风光的诗篇 粗犷有致 或者婉立 或者洒脱 有很浓的诗的韵味 咱们举它的一组诗里头的几首 就是《上经集市》里头的几首诗 来看一看 《上经集市》的七七 《祭天马酒》撒平野 《沙季风来草乙香》 白马如云向西北 紫陀银问赐诸王 这个紫陀银问是原代作家很爱用的一种异象 这就独特的蒙古族的风格了 但它写着白马如云向西北那种马群 浩浩荡荡的马群那种景象 而且是《沙季风来草乙香》 这样的一种特色 那这是过去人们没有捕捉到的一种特殊的异象 再看其霸 《流氧散漫》 《落日夏》 《野草生香》 《卤绕憨》 《卷地塑风沙似雪》 《家家行帐》 《夏粘连》 前头的《流氧散漫》《野草生香》 这还是传统的写法了 《卷地塑风沙似雪》 这也是陈森写的编赛诗什么都有的 但是《家家行帐》 《夏粘连》这样的一项 是它独特捕捉的生活中的实际场景 那就是那种蒙古包 那蒙古包在大风的底下 人家要歇息了《夏粘连》 挡住风 再看《奇九》第九首 《紫塞风高功力强》 《王孙走马猎沙场》 《呼阴妖剑归来晚》 《马上道选双白狼》 这种《马上道选双白狼》 写出了蒙古族勇士们 打猎的时候那种 应有豪见的这种形象 很有特色 《沙古拉》还有一些诗 就专门写的是公词和艳琴的乐佛 在元代诗歌中的确是别具一格的 《余吉》称这些诗 《最长于情》 《最长于言情》 《流利亲王》 《作者皆爱之》 特别喜欢《流利亲王》的风格 《明初》的时候 《徐佑》也称他这种诗 是《清心起立自成一家》 《清心起立自成一家》 这些诗主要是 学习李商隐的诗 有的时候写的比较平落 但是毕竟是一种 真实情感的表露 还是值得称道的 他的词 《沙古拉》的词 虽然不多 但是呢 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 成为元代词作家当中的 一位著名的词人 咱们《取吉东》的一首 为代表 就是《满江红》 《金陵怀果》 《六朝豪华》 《春去也更无消息》 《空畅旺》 《山川行圣》 《以非仇喜》 《王谢堂前双燕子》 《乌一向口成相识》 《听夜深寂寞打孤城》 《春朝吉》 《思往甚》 《丑炉之》 《怀顾我空尘境》 《但欢烟摔草》 《乱压邪日》 《玉树歌唱》 《丘路人》 《烟枝锦坏寒降气》 《到如今只有蒋商亲》 《秦怀毙》 这首词 《秦怀毙》 《那种深深的勇骨之情》 《怀骨之情》 《怀骨之情》 《在整个银勇精灵》 《就是现在南京》 《南京》的这个词作当中 《还是别具一格的》 《当然整体上的这个词锋》 《还是接近于南宋的这种词锋》 《接近南宋词锋》 《这个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原代的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构成了原代文学的 原代文学史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是他们特别注意 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风格 整体成就 就像王国伟在评价 清朝的著名词人 纳然浓落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叫《以自然之眼观自然之景》 它是出自一种自然的眼光 来欣赏自然的景物 然后用一种清新自然的笔调加以书法 这样跟汉族作家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 又要借用大量的典故词章 来加以抒情就不完全一样 而恰恰是这种直书胸义 即使用点 用传统的意境 也是常见的一些典故和意境 但是情感是非常真切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些景 这些情是非常新鲜的 正是有这种新鲜感 正是有这种真情实感 使他们的诗文作品 染上了独特的时代的色彩 具有了独特的艺术的价值 这是元代文学史 给咱们现在留下的一份非常宝贵的遗产 刚才讲的是元代后期里头的一些代表作家 那么到了元代的末年 处身在乱世之中的作家 也有独特的创作 咱们先举两位为代表 一位是张主 一位是王敏 张主 官也至汉宁学士成职 他的诗歌 主要是一种禁题诗 尤其是律师写的相当精彩 而内容就和余季他们不一样 更多的是 忧实商乱之情 感慨时代的衰微 政治的衰微 所以可以把他的诗歌看成是元王朝的一种晚歌 比如说 所以他有些诗句 比如说 这样的诗句都是那种很沉痛的 很悲凉的 很七创的这种诗 所以是一种亡国之诗 亡国之音 张主的创作当中更有名的是他的词作 他的词主要是模反兴契基的词 可以说张主的词是兴契基的词 在元代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一种回响 得到后人的推崇 当然他总体的词分还是偏于婉月 星际基的风格有豪放也有婉月 也有婉月 那么张主的也是这样 他主要更多的继承星际基的婉月 那种独特的欲豪放与婉月的这种风格 咱们举一首词 建惊他秋老乌童 消消惊景 断降目 熏勾须带背软 吹雪心词未闻 重寻深谱 水阁云川 总是贯曾听处 曾信有克里观河 又整尽夜深风雨 一声声滴在孤棚 做成情味苦 这种词是一首游子离别思乡 这样的词 写游子离别思乡 在旅途当中 面对着春天的那种景物 尤其是牧村的这种景物 那么感慨着 从春到秋 时观的流逝 是非常快捷的 那这是上班却在写 从春到秋 时观的流逝非常快捷 非常快捷 所以从窃室春山 一写就写到 见金塔秋老武统 萧萧金吉 断穷木 写到了这样的景物 那从春写到秋 那么从秋又接着又写到 冬天呢 一个时观的流逝 所以在短短的一首诗影头 包含那种时观迅捷的流逝 推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过去的词 并不多见 并不多见 那么到了冬天 吹雪 心词未闻 从寻生徒 又正经夜深风雨 一生生地在孤棚 又是一种非常凄凉的 促琴深情的这种情感 那写得非常的生智 非常的感人 那这是张著的词 下面咱们再来看看王勉 王勉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 他出生农家 但是呢 完全靠自学成才 完全靠自学 这是很少有的 那么王勉 印金诗帝考不上了 考金诗多是考不上 所以最后就不愿意考金诗了 不愿意考诗了 隐居在建湖里头 晚年字号主石山龙 字号主石山龙 为人是愤世激俗 狂放不羁 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种狂生 所以王勉以狂著称 以狂称一石 而这种狂 是有本钱的狂 因为他是天才众义 很有才华 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诗歌 往往留意着一种叫排凹球网之气 非常壮健 矫洁的那种气概 不可拘以长隔 不能够以寻常的那种隔率 来拘束他 即使往往打破格力 但是他那种高视阔步 落落独行的这种风格 在当时却成为一大将 他觉得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完全以表达个人的情感 为主旨 他的诗分 普直豪放 主要是模仿 李白 杜甫 或者学李白 或者学杜甫 当然留下了一些模仿的痕迹 模仿的痕迹 那么从学杜甫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出他创作的一批描写百姓困苦的情状 和战乱动荡的连带的诗歌 这诗歌是以写实建长的 这是继承的杜甫的诗歌的风格传统 比如商庭户写严明之家 就善言的那些老百姓之家 在瞌睡催逼之下 全家三亡的那种悲剧 他的悲苦行 写了一种前年遇大旅 去年卖小儿 就在灾难的连带里头 老百姓卖儿卖女 寻求生存之路的 这种艰难的痛苦的情景 痛苦行 写了一种京都大观饮酒肉 村落鸡鸣无利宿 这种鲜明的对比 中文酒肉臭 路有肚丝骨 继承了还是杜甫的风格 有的诗揭露人官僚富豪 欢迎无耻的面目 也是写得非常犀利的 比如说对锦银 写了一种武林年少郎 卖田去买青楼仓 他有钱了 那么天天去嫖娼 把自己家的田宅都卖了 也要去嫖娼 写了一种 吴姬曲写了一种 王孙公子金无限 为君一孝 成福一安 王孙公子 钱多得不得了 到处去买孝去 这是他的一类的诗歌 主要是学习杜甫的 另外一类的诗歌 主要是学习李白的 就是更富于个人特色的 更多的表现 个人人格的 独立的人格 这样的一种作品 这些作品 表达了完美那种 轻视功名秘录 不甘随俗臣服 追求轻雅高洁的 这种特殊的情怀 尤其是他 相当多的一批的永梅诗 写得非常的深刻 张文区几首他的永梅诗 一首是树梅白梅 平生固守冰霜操 不予繁华养情 岁燕西头春意足 看是谁看得最分明 写得白美 冰霜操 不像防花那样 开得非常的浪漫 而是是谁看得最分明 黑白分明 还有一首 莫美黑的梅花 我家喜宴持边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黑色的眉颜色不好 我不愿意别人夸我颜色好不好 我不要 但我要留清气满乾坤 不在于外在 更在内在的品质 要保留下来满乾坤 还有一首九里山中寻梅的这样一首诗 欢台重逃 路迎回 绕见新斋百树梅 在这一整片的梅 花落不随流水去 赫归常代白云乃 不随流水去 讲的是不随时俗 常代白云乃 讲的是超脱人事 买山自得居山去 处是魂无 既是财 这是照应前头两句了 买山得山去 这就是带白云乃的 这种雅去 处是无 既是财 这就讲不随流水去 我不愿意跟着流水 随俗 所以昨夜月明天四喜 笑歌行上 读书台 完全是笑傲人间的 这种景象 这是王勉的诗歌 王勉的诗歌 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 尤其是他本身又是一位画家 有很多的提画师 以画梅著称的 很多提梅的画梅的诗 这些诗都流传下来 然后快指人口 那么元代末年的散文的写作 不太景气 整个不太景气 在整个元代末年的散文创作当中 除了后面要讲到的杨维珍以外 只有一位像共诗泰的文章 还算不错的 还算不错的 他的文章基本上所谓的比较平实 有点精紧 但是和鱼籍 欧阳玄等等的诗歌来比较 已经是相当的逊色了 后人评价他的诗歌说 气冲而能唱 词言而有体 讲道学则惊而不凿 陈正礼则变而不夸 主要的还是一种 这种应用之文 那一种应用之文 但是整体上已经无法挽救 元代末年 散文创作的衰微的局势 咱们先等到这 Assim 这种的工作 请不吓 李宗盛 请不吓 李宗监 如果我带你 感谢观看